我們曾經贏過北韓 你知道嗎 民國45年 事實上新台幣從有開始 台灣就有偽鈔集團在訪新台幣 民國45年 台灣第一次出現偽造美鈔的事件 民國51年的時候 當時的前警政署長 王卓堅的先翁 也就是王魯翹先生 破了全世界偽造美鈔 最棒的一個集團 台灣人 你知道嗎 為什麼是經過美國財政部認證的 美國財政部那時候 派相關人員特別到台灣 拜託台灣 把相關的20塊錢跟50塊錢的 美國的偽鈔的成品 跟12個板膜 拜託帶回美國本土借我們 你知道嗎 因為太棒了 當時這個12個板膜 所印出來的美國偽鈔 沒有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 印得比台灣好 然後還可以騙過所有的銀行員 那所以台灣的偽鈔 其實從以前就很好了 那個時候那個主事也姓張 不過後來美鈔不斷的改版 不斷的改版 不斷的改版 那再加上說北韓的CB版 他做得太精細了 對不對 那所以後來 為了要美鈔不斷的改版了以後 防偽功能越來越好了以後 果然還是台灣之光 騙光光 要來一個台灣偽鈔的 現代化的主事也 叫做游李松 那麼事實上 他還曾經在落網的時候 跟警方很感嘆的說 說過的土地不是學不來 就是天分不足啊 如果再繼續想下去 我這樣專業可能沒辦法傳承啊 你看多滄桑 多淒涼啊 你知道嗎 假的多淒涼啊 他的綽號叫做 阿布拉跟獨臂偽鈔大師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他左手先天萎縮 可問題是他的右手很厲害啊 所以他是靠自學的 他被抓過很多次 每次被抓了以後呢 他做的偽鈔就越來越厲害 厲害到可以騙過台灣 一半以上的所謂的驗鈔機 他都可以騙過去 美國秘情局啊 只要台灣還有全世界各地 有抓到偽鈔的偽鈔就會來 那美國的秘情局來說 聽到他的名字說 喔 又是他 你知道嗎 又是他 我們就很熟悉 那來了以後呢 各位 北韓版的是CB版 那麼他 尤里森所做的 叫做DB版 害美鈔因為這樣的改版 你知道嗎 所以所有CB跟DB拒收 全世界銀行說 很簡單啊 我也不要分辨 他是不是美鈔 還是真的還假的 反正我拒收 只要CB開頭的 DB開頭 我都拒收 就很簡單 我都不收 那事實上呢 尤里森為什麼那麼厲害 他不斷地改良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 全世界的鈔票 其實不是在你 打印的功能而已 還有他的紙張 你沒有發現嗎 日本的這個鈔票呢 是全世界號稱 最難偽造的 你知道有什麼嗎 因為日本的鈔票日圓啊 他的那個紙張 是在日本特定山區的木材 那個是國家畫起來 任何人都不能進去 你知道嗎 唯一一次大量的偽造 是因為 竟然有人去偷紙 我把紙偷出來以後再印 那印出來以後 你當然就不會懷疑了嘛 那事實上呢 他也尤里森也不斷地改 不斷地改 甚至於凌凸的新版 什麼叫凹凸新版 因為如果你動動動 平面的 我怎麼看都不立體對不對 凹凸新版一印以後 有層次你知道嗎 看起來像 他們連那個防偽功能都有啊 都很詳細啊 以前還有拆那個500塊的防偽功能線 去貼在我們台灣的台幣 1000塊的你知道嗎 所以呢 他們經過這樣不斷地改良的成果 這樣做得好嗎 會好嗎 500塊順順 沒有錯啊 所以偉超實質很聰明